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洲电台的军事无尽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齐乐义 今天谈习近平对军队 发起新一波的整肃运动 据可靠的消息指出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因为采购腐败问题被隔离调查 他9月1日被带走 并且攻出军委装备发展部 8名重要干部涉案 这是自今年7月 火箭军高层领导被撤职以来 习近平再次对军队上层 进行大范围的清洗 借此巩固军权 路透社引述10位 熟知内情人士的话说 对李尚福的调查 与军事装备采购有关 但不清楚涉及到哪些装备 军委装备发展部 7月26日发布了一份 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 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 的公告鼓励社会举报提供2017年10月之后相关的违规违纪线 李尚福2017年8月起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有5年之久 因此这份公告被认为很有针对性 然而这只是贪腐案件吗 美国国务院前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 在哈德逊研究所中国内幕的节目中表示 他不认为李尚福是因为贪腐而被免职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显示 习近平对军队不忠诚的疑虑日益加剧 这在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叛乱之后尤其严重 曾经在中国多家媒体担任主编的赵兰健 9月15日在新闻烽火台的节目中指出 这涉及到谁向谁站队 谁向谁靠拢的问题 他接触到一些朋友 无论是现有的高官或者红二代 或者媒体界的研究人员 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当下中国的政策 也没有一个人喜欢习近平主导的 中国未来的方向 这是他身边的案例 由此放大 可能得到相同的视角 他认为 整数军队必然影响军心 李尚福的遭遇 可能就是其他人未来的遭遇 表面上 他们装出比较归顺 但是内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反差 目前有关李尚福被调查的情况 没有获得官方证实 要了解问题的性质 还得从习近平 怎么看军队的贪腐问题着手 2014年至2015年 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和郭伯雄因为贪腐被整肃后 习近平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强调 郭徐二人的贪腐问题 害人听闻 但这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 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 根本问题不是他们贪了多少钱 而是他们在军队形成小三头 小团伙 形成政治性很强的利益集团 他们把人民军队当成私家军 脉官欲决 拉帮结派 虚化军委主席负责制 习近平把郭徐二人的所作所为 总结为五方面的危害 第一 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造成极大危害 第二 给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 造成极大危害 第三 给军队选人用人造成极大危害 第四 给全军团结统一造成极大危害 第五 给部队政治生态造成极大危害 习近平说 这些危害都是政治性的 郭伯雄担任军委副主席十年 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八年 在军队的势力盘根错节 胡锦涛也莫肯奈何 李尚福的顶层之力上前 去年十月 在二十大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造成的危害 远不及郭徐二人 但是腐败的性质 在习近平眼中是一样的 由于涉及到装备采购问题 习近平也许会加上一条 给部队战力提升 造成极大危害 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把武器装备的质量 视为同等大势来抓 并且建立质量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确保责任落实到个人 习近平说 谁搞豆腐渣工程 跑到天边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在武器装备发展上 欺上瞒下 弄虚作假 对习近平来说 是对党和对他的不忠诚 有高度的政治属性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2015年11月 习近平宣布全面施行军改 隔年1月 中央军委机关改组为 15个职能部门基本完成 习近平接见 军委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时 明确指出 军委的第一件大事 是讲政治 要站稳政治立场 严守政治纪律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考 是思想上的 是利益上的 但是归根结底 是政治上的 他要求全军 把落实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 实际上 就是对他绝对忠诚 而绝对这两个字 是格外的强调 服从习近平领导的 唯一性 彻底性 和无条件性 习近平把全军 对他的个人忠诚 在思想宣传和部署上 都推向新的极致 但是还是出了大问题 军改后的首任 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房峰辉 首任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因为贪腐 而被整肃 习近平这样形容他们 中共十八大以来 全军处理的军级以上干部 说到底 都是在对党忠诚上出了问题 有的大监未忠 阳奉阴违 有的目无规矩 乱发议论 有的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 有的欺上瞒下 弄虚作假 有的空泛表态 光说不练 房峰辉 张扬就是典型 是不忠诚 不老实的典型 他们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他们把忠诚 喊破了天 背地里 却极力攀附 郭伯雄 徐才厚 极尽 屈言负事之能事 请注意 习近平没有提贪腐 因为贪腐不是问题的要害 要害是他们没有对习近平 绝对忠诚 以贪腐之罪 不过是明目而已 习近平对政治忠诚 无限上纲 近视文革的做法 是帝王心态的直接反射 堪比毛泽东 习近平要求全党全军 向他绝对忠诚 有他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事件 他很喜欢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 每一个社会时代 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 他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言下之意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 全国全党全军 应该把他创造成一个 带领民族复兴的大人物 习近平还引用恩格斯 在《论权威》一文中形象的指出 最能够清楚说明 需要钻断的权威 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 在危机关头 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 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 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在中国的这条大船上 习近平就代表了那一个人的意志 习近平坚定相信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因为有列宁为领袖 才完成十月革命的惊天伟业 有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 新中国得以建立 毛泽东曾说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 就像剖开的桃子 只有一个核心 要建立领导核心 反对一国三宫 习近平也套用邓小平的话 没有核心的领导 是靠不住的 言外之意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 只有靠他 才能够带领中国 由大向强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从中共内部运作的机制来看 每一次的权力重组和集中 都经历内部高层 一波又一波的清洗 习近平说 要完全掌握军队 必须抓好高级干部 军队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军队内部 出在高级干部的身上 因此 他多次 以深化政治整讯为名 严查一批又一批 涉及郭伯雄 徐才厚 房峰辉 张扬 等贪腐问题和相关人员 应该说 贪腐不会带来造反 反而更需要稳定 以掠夺更大的财富利益 但是会欺上瞒下 弄虚作假 掩饰他们的贪腐 这个对独裁者来说 隐瞒作假 是对他至高权力的漠视 独裁者最不能忍受 被蒙在鼓里 因为他隐藏 独裁者被架空 甚至被取代的风险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 首要之务是落实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并且在全军建立实行 请示报告 督促检查和信息服务等三项工作机制 尤其是请示报告制度 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 在涉及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时 按规定 向组织请示报告 绝不能遮遮掩掩 甚至隐瞒不报 包括领导干部的个人事项 是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是核心部分 也是领导干部最不愿意上报的事项 习近平特别要求军委成员 军委机关各部门 及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 都要自觉地坚持执行 重大问题报告制度 问题是 什么是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 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 习近平说 这要看政治水平 如何拿捏习近平心中的政治水平 每个领导干部为此犯难 如盲在背 这也许就是习近平的本意 中国帝王之术 向来深不可测 也不能被测 因为这是整肃一级的法宝 2019年 习近平对全军 正师子以上干部 和作战旅主观 进行全覆盖考察 同时开展军级以上单位 执行纪检情况的专项检查 加强重点行业领域 和军地交叉地带的整肃治理 去年中共二十大前 对全军高层人士领选 更是严格把关 但是军队贪腐依然层出不穷 习近平对军队不忠诚的疑虑 日益加剧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记者 吉米欧曾经指出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与中国古代朝廷如出一策 和明朝时期颇有可比性 他说如果习近平真心反腐 就应该真正从体制改革下手 事实上中国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 和极权制度是造成腐败的根源 历史一再证明 反腐运动的结果是越反越浮 如今还应该加上一条 习近平对政治忠诚无限上纲 竟是文革的做法 将使整个军队 圈禁在意识形态的挣扎之中 搞得领导干部人人自为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尽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 齐乐义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